每日来到主的面前 共同经历神的恩典 你现在收听的是 普世佳音灵修节目 每日真言 不求虚名的明日之星 参考经文 又说 我实在告诉你们 没有先知在自己家乡被人悦纳的 路加福音四章二十四节 耶稣借着以赛亚书六十一章 讲完道之后 每一个人都稀奇他所说的 并且称赞他 这样看来 在宗教界里 耶稣该是众望所归的明日之星了 但是耶稣却另有想法 他有自己的计划 有位作家 也是一位音乐家 在提到这则经文的时候 他说 这些话 是耶稣在事工初期 最先说出来的 但是这些话 不是轻易就能说出来的 需要付上代价 耶稣最后 付出了生命一切的所有 倘若他不和贫穷人来往 乃是和那些有钱有势的人相交 或者他认同那些人的价值观 和他们同流合污 那结果就另当别论了 然而 耶稣没有这样做 也不愿意 也不愿意这样做 是的 耶稣也不愿意 给朋友 满足他们政治欲望 谢谢你来到人间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谢谢大家